邰哥從來沒罵過我 一進廣告 他罵我五字經 哇 天啊 然後他就說 你以為你這種料 你就可以來悶國是不是 你明天就給我滾回去 這是那個全民大悶國是Live的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主持人 如果你是用你自己的角色在Live 我覺得沒問題 因為你可以發表自己的看法 可是悶國不行 所以如果那個話題你又不熟的話 就會很可怕 有一次是我們臨時 反正就是製作人突然臨時改題目 然後改完題目之後已經來不及了 我們已經要進Live 可是我那天 然後Ken哥演那個時候的美國總統歐巴馬 然後我就演歐巴馬的翻譯 可是問題是一改完了那個稿子之後 我完全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第一次是拿上去那個手卡上面是 完全沒有字 然後 Live 然後Live 然後我就不 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我們要講什麼美國綠卡的事情 我想說我哪知道什麼美國綠卡要講什麼 然後Ken就跟我說沒關係 臉都綠了 他就隨便亂講嘛 然後我就聽了他的那個講的 然後就隨便亂翻 他就說然後再來就是 你就是一直笑 然後把胸拉低一點 就是 他自己想看吧 難怪你稿子上什麼都沒有 對…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講很爛的話 大家不會罵 然後他就說來你再拉低一點 然後就拉低一點 然後再動幾點這樣 然後就想說就在他旁邊翻譯 我就一直笑 其實我心裡非常的緊張 因為是很可怕 然後他講完之後 我發現我都聽不懂 然後我就隨便亂講 我就真的隨便亂講 結果那一趴一進廣告 邰哥從來沒罵過我 一進廣告他罵我五字經 天啊 然後他就說 你以為你這種料 你就可以來門國是不是 裡面就給我滾回去 哇 哇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罵都這個起跳 但是還在Live 就是 對 還是要緊張 你還是要回來 廣告回來之後還是我們 對 然後我就心想說怎麼辦 可是我那時候就心想說 好 沒關係 反正我們明天就不會再來了 然後我就抱持著這種心態 我就心想說 沒關係 你要嫌我 那我下一段就亂翻 結果下一段回來之後 Ken又開始講 我就亂翻說 你們的英文應該很好 你們都聽得懂 然後我就沒有要翻 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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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後來擺爛那一段收視率非常 反而是 因為我跟怡霏以前是在同一個節目 是 在那個 我們在全民大分鍋 所以那邊什麼大哥都有 對 然後很多東西然後有那種很專業的 不不不 不能說什麼大哥都有 那邊都資深 那個等於是藝能界的 都差 那你是什麼都有 對 然後你表演奇才 然後你表演奇才 把這些新鮮人擺到那裡面 那很恐怖耶 下風下風 更可怕的是 他們每集還會發 showgirl 對 那個showgirl既然我們化妝間 真可憐 他不是便當挑 連showgirl也挑 對 好可怕喔 可是我們在上台前 就很緊張 因為都9點Live節目 以前不像現在Live可以亂講的 以前Live是很嚴謹的 然後那個台歌 我看到平常上嘻嘻哈哈 可是他Live會給你超高壓 可是他Live會給你超高壓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旁邊看那個 他們Live的時候 無尊 他在台上講了一個 因為耳如目染 在後化妝間講 他不小心把他講出來 他講了一個說 蛤 他就這樣講 可是我們通常會講 像下七下八的 這樣就過去了 對 他直接講了 Live就直接講完 然後我就看大哥臉色全部變 然後一進廣告 台歌就開狂 真的很兇 我一大 大概前面大概30秒 廣告三分鐘 前面30秒到40秒 都是髒話 然後 後面是我講說 什麼開講 什麼不能講 你要自己搞清楚 因為我們上去他不能講 我們不能講到白癡 對 然後不能講 像你剛剛講的憲哥 北七 北七 那個怎麼可以 太嚴重了 對啊 他說我住台北北區 北七 北 是在北七路 不然就是身上人是宗教 我們不提 可是有時候不小心提到的時候 就會大罵 重點是大罵完 你就自信心潰 整個回憶 然後十秒後要進來 你要繼續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